近日,杨子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剧组碎片,并主动圈上了电视剧《女心理师超话》。 在杨子晒出的这组照片中,她的一张通告单很快便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与热议,因为非夜太多,杨子一时间被无数网友吐槽临时加息。 面对网络热议,《女心理师》剧组紧急发表声明澄清,称其是工人造谣重伤,剧组还表态称将会采取一切措施维护《女心理师》剧组的声誉和合法权益。 杨子工作室转发了剧组的这一声明,配文道,用作品传递正能量。 明晚记得追剧,其实早在这之前,杨子在受访时就已经谈及过这一问题,称剧本其实掉了很多版, 经常遇到发飞液修改的情况,以至于自己在化妆的时候都要被辞。 一直在调,只有时候到早上突然又发了飞液又改了,就内容是确实是没有办法,我就要在可能在化妆的时候被。 至此,不论剧组官微还是制片人都一对网上发飞液。